Hello 大家好 隔了很久才拍這段影片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實在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用卡王打不贏這一關的收藏者 因為他真的很難打 先介紹一下他 收藏者呢 其實他多了一個輸法 就是在主線上 如果有五張牌 他就會輸 可以做什麼呢? 你在英雄的時候 領還來的英雄 或者用兩個資源 就可以把收藏裡的一張卡拿走 而他的效果就是 場上的卡上去墓地的時候 就會變成放入收藏裡 所以就難搞的 再難搞的 這件事是什麼呢? 這次的祖語裡有一堆奇異生物 那堆奇異生物的效果 就很麻煩的 那 所以 那些 都 真的很難打 我真的很多日 所以 我就決定了 換角色 我們今次換的角色是什麼角色呢? 他 就是暴風呂 就是暴風呂 暴風呂呢 他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他多了一個天氣牌 天氣牌 天氣牌庫 現在總共有四張卡 每一個都有他的能力 和他的特殊 他在英雄狀態的 寶風呂呢 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換一次的 換完之後呢 就可以結算的 而且那個換呢 是自己選的 所以就會比較好 那 一開球我通常選 都會選擇 雷魚先的 那 首先那個攻擊力 加了一先的 那 那 看看 今次 有沒有機會贏到他 那 他的主線也是比較難搞 因為只有一個 那 去到10 就輸了 但是他一開球已經是4 那 很麻煩 都好講運氣 好 那他效果呢 就是把Dead面一張卡 加上收藏 好 那開始了 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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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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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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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6 3,4 3,4 4個資源,先出了Lickfairy Lickfairy的效果 載了3 Good GoodGoodGood 嗯,這樣就不同的玩法 1,2 結算它就會扣2 1,2,1,2 OK 好,Lickfairy攻擊 不是,化解 化解2 接著暴風濾效果 就把它 先看看 還是先打了? 還是先拔掉? 所以這個難搞了 究竟先拔掉,先打掉還是怎樣? 那 那 我想 暴風裡打橫 橫置英雄 就先拔掉這個收藏 一開始不用急 效果 就是 出這個 巨峰 好 那 驅峰的特殊 結算了 就是 減二 密謀 接著 我就再用天后女神 這樣就可以再換 換 換 就換上晴空 再結算特殊 捉一 它化完要扣一 接着用这两个 总共三个自然出鹰眼 鹰眼上场有四个框 接着鹰眼就去攻击 减一 吃一血 OK,完成了 领直领直 做回到五张,1,2,3,4 好,主线吧,主线加日 反派攻击我就用Nick Fairy挡了 1加2,它死了,死了就加收藏了 遭遇 好厉害喔,这么快就立刻变成重弹 还置它,就是移除它 好的 好,那到我了 将它变成英雄 英雄 1,2,3 效果呢 换鲤鱼 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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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眼加了1弓 鸡眼打 换2 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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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各個東西都加了一 那就可以選擇食三點傷害或者加一樣東西收藏 那我會選擇 加一張收藏 因為不可以看笑它,它打起上來可以耗電 好,接著呢 又是 雷雨的話,我可以再結算它二能 那現在14血 那再結算二能就是對一個敵人造成兩點傷害 那12血 接著我再用天后女神 天后女神呢 就是要換 一張 晴空出來 這樣就結算特殊 左一 好 最主要我為什麼要放晴空在這裡呢 是因為它有堅定 那因為裡面有一張有很多奇異生物 它有一張是會令到我困滑 那我就會很難搞麻煩 那我領直吧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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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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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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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免朝上的放入收藏裏面 免朝上的放入收藏裏面 接著遭遇 附加到我身份牌 被附加的角色是減一化解減一攻和減一防 我花費兩個意志就可以棄掉這張牌 好,也算是捱得過 先想一下,現在要怎樣做 應該都沒什麼可以做 沒什麼可以做? 效果 結算了 結算了做 減一切,會不會呢? 3個結算 3-2 應該都可以 1-2-3-4 5-6-7-8-9 差3個血 差3個血 我試一試,效果轉雷宇 雷宇 那就結算它的樹,扣它2 接著我就用兩個資源 去拔走一張收藏 哎呀 都是同一張 接著我再用 三個資源 去出風之衝擊 風之衝擊就是 扣3格 2、3 再結算二能扣多它2 OK 這樣就是 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另一番跡 1 2 3 4 4 4 好,主線加 1 好緊張 反派攻擊我 呃 1 1 2 1 2 1 丟一之圆, 用急速冷凍 这个回合每个都减3 它现在是2加1, 减3, 即是0 接着遭遇 好, 慎者之识 牵制2, 即是5点 这个图示代表每一张真效加, 都会加1个真效 但现在, 应该我赢 效果 转做晴空 接着, 结算特殊 座1 座1之后呢 我就用3个资源, 出雷霆电光, 扣它白 咦? 这么突然? 突然贏得这么快? 是的 不过我现在这样赢, 变成没有什么胜利点数 可以拿到 但这个真的太难玩了 我都顶不住了, 我玩得太久了 是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胜利的 这些东西 是有些 什么呢?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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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胜利 那就是 每个玩家 就加了1 那就是 接着 记录 胜利区的牌 那我们今次是没有任何胜利牌 那 接着 收藏 少于1 哦 又没有了 如果主事物说没有威胁 有的 那就是 第一分 那我计算之前 4分 就有5分 那 接着 就是 有没有 击败到 猎头者 这次没有遇到 这次 这次很幸運 那 区域中收藏 没有一张卡名 在收藏的卡的区域中 记录没有一张卡名 怎么 它 它会 不放出来的? 看看 哦 直到手拍照 哦 哦 在收藏区的这两张牌 就变成了 在接着的剧情 都不可以用了 啊 这张还好 这张就 麻烦点 不要这张牌 我换卡 换得慢一点 那 是啊 那我们 赢了一个收藏者 那我们下一集 就是 要逃离 这个 收藏者的基地 那 多谢大家收看